王智慧和我们可以做些分享明,请一帮 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接了这个邀请时都犹豫了很久 因为基本上对于选举制度那种倒退其实就已经是路人皆见 基本上由过往我们如果只是在立法会的构成 有一半已经是地区直选,另外一半有功能组别 但是里面起码我们坐底都有超级区议会 这个功能组别是我们有机会选的 如果我们真的加上百分比,有些朋友计算到 就是在未引进这个所谓完善选举制度方法之前 我们如果真的市民可以直接有参与的议会 其实是占了57%的 但是现在在这个所谓加了20席之后的新的选举制度安排 我们其实只是由57%倒退到22%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告诉我这个所谓回归之后的选举历程来说 是不是已经叫做山穷水尽呢?其实我就不觉得是山穷水尽 反而是市民大众还是认真去想利用选举制度 透过他们手中一票是希望可以进行到政治上的更替 特别是选出真的有民意的代表来到去改善管治 所以其实总的说来根本其实就是管治质素的问题 但是现在就误独为是危害国家安全 于是就将所有的问题都是以国家安全作为大房子 就来到去进行各种的所谓制度修订 但是很清楚的 透过我们刚才Frank他们发布出来的那些数字 其实就已经反映了香港人的那个想法 甚至我们看回林郑月娥女士和汪明荃女士对谈上面 讲到这个体育、演艺、文化界他们对于那个选举制度的修订 就是做过人大代表的汪明荃女士都有表达他的不满 因为特别是起码他们的演艺界里面 明明应该是可以一人一跳和有60席 现在你要退到去30席 还有跟着也都要由指定的、官定的团体来做成团体票 在这里你对于身为参与建制的一些人士 他们对于整个的制度改革那里 他们其实都有意见 而类似的意见就不止是汪明荃女士 如果大家还记得 就是唐英年先生也发表过类似的主张 就是说为什么呢 如果你是要以同乡会 为什么有一些香港有知名度有影响力的组织 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邀请 而成为了官方指定的团体呢 那这里其实都已经反映到 如果你是官定团体去选择那些人 是可以入团做这些所谓的团体投票者的话 那这里其实基本上是不是反映着 真正代表着业界的利益呢 那如果基本上 如果按照林郑月娥女士所说 首先就是要代表界别利益 就是要代表性 第二就是跟那个界别有关系 第三才是说到外国外港呢 那具体现在画的标准呢 很明显 第三那个标准才是最重要 而其他那两个标准呢 相对就没那么重要 那我宁愿就是讲清讲楚呢 就是那个筛选标准呢 就是那个筛选标准呢 因为往往呢 你画出功能组别呢 其实意味着一点就是说 它是得到官方认可 还有跟着呢 在政治机会呀 商业机会呀 以至到他们自己本身 这个专业的业务推展机会呢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是令到业界获益 于是哪个群体可以得到 那个代表性呢 是有一种独占性 而对于 就是想在那个界别 搞自发的那些团体来说呢 那基本上呢 就制造了很多呢 更的艰难 那在这个情况 对于如果你要搞活一个社会 特别是呢 就是你要推动呢 文化艺术发展也好 保障呢 不同界别人士的权益 或者是工作上的利益 你阻止了他们有一个的 组成的机会 以至到呢 就是有没有机会争取到呢 就是成为一个 一个官定的团体去参加选举 不论这个选举 是向功能组别 选自己界别的立法会议员 又或者是呢 参选呢 就是选委会去影响特首的 那个就是人选的选择 你再再其实呢 都是重新呢 是将那个的身份代表呢 是重新界定过 而这一度呢 那个选择的方法 又不是呢 好像超级区议会那种呢 你是由界别提名 跟着就是可以放给呢 就是香港市民去选 是因为 反过来说 对于 我们自己有部分的朋友来说 如果你过往 说要保留功能组别 但是你又想呢 就是增加它的进步 和民主元素的话 没过于的就是由界别去自己提名 那跟着呢 就放给市民大众去选 那而容许市民大众呢 去听多一些的辩论 那来到呢 是去一点一滴 迈向呢 就是一个全面普选做准备 那但是现在反过来呢 更加是需要呢 是由界别自己去做 那由指定的团体去做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这种 就是官独 就是官方 间独 和也都是呢 就是官办的团体 或者是亲官办的团体呢 来到做的话 那其实基本上 令我想起的 就是国内很喜欢做的那些 每一次经济改革呢 都要搞的所谓商轨制 但是每一次搞商轨制呢 你又不放心呢 给那些所谓非国有部门呢 是能够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 于是就往往呢 都需要呢 都需要呢 有另外一个更加强大的官方的监督者 就伴随你的身边 就怕你呢 就就是出轨 怕你呢 做错事 但是实际上 如果我们真是相信呢 就是 权力是属于人民 不论你是信 所谓资本主义民主 或者社会主义民主都好呢 其实最终 你都是交回个权给市民大众 由他们做选择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你始终都要有一天呢 是去学习呢 是放回权呢 给市民大众 就不可能呢 是说现在呢 就要以外国者做主体呢 就将所有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呢 都完全摁掉 那所以一想到这一度的时候呢 就是我只能去说呢 就是如果我们真是想体制有一个进步 真是能够反映到民情 真是能够下情上达 做到呢 我们所谓你的利益呢 充分在立法机关表达得到的话 那其实现有的选举制度安排呢 是令到人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的一个程度呢 是令到大家想投白票 而你又立法去禁止呢 就是大家呢 是去呼吁人 不要投白票 不要投废票 不要投废票 不要投废票票 你只能够 你只能够就是用法例 去不让人做这一样 不让人做那样 但是 对于真正的一个选举来说 你其实应该是相信你的选民的智慧和选择 而我看不到呢 就是你说不让立法禁止投白票 是不是代表着 就是其他现场进去投票的朋友 就是不会投白票 不会投废票呢 你保证不到 你保证不到 还有第二样东西 更加莫名其妙的就是 就是假如投白票投废票 不是犯法的行为 在告人层次说 不是犯法的行为 你叫人不要去犯法 就是因为你现在 你现在 你现在 你现在竟然投白票投废票 不是犯法的时候 你呼吁 那你即是等于呼吁 做一些 就是不犯法的东西 那为什么呼吁者会成为一个被怪罪的人 是可以入之以罪呢 那就是这件事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除非你立法禁止 投白票 废票的 犯法 但是我相信在国内自己的选举里面 你投弃权票 你投反对票 你都没有把它列为刑事罪行 你都没有把它打为分裂国家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看不到 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是 用一种强迫性的手法 去窒息了选民真正的选择 还有 很坦白说 市民大众对于现有的 那个管治制度 基本上都没有去到 说要是对中央政府 就是完全的失望 而是寄望大家可以有得商量 所以我们就看到 唐英年啊 汪明全地啊 都提出 就是有些建议 甚至我记得 当初三月头的时候 那时候 阿澤少唐 大力界的一位 资深的大壮 他都会提一些主动的建议 是希望呢 在这个制度 虽然有一个收缩 但是都能够维持住一定的合理性 和公顺力 那这里你看到 其实还有人呢 是很想依赖这个制度呢 是来到维持住一个 就是善治呢 虽然未去到完美 还有很大差距 但是不想着放弃的 那为什么现在要在制度上 那么多切限呢 令到他没有办法 就是可以逐步逐步 达到善治呢 那这样 那这些一连串的问题呢 是令到香港人呢 容易灰心喪治 那如果 选举真的要经营的话 我唯一想到一样东西的 就是说 一国两制这个招牌 不可以丢 但是内拢要换 但是你换了内拢之后 是不是代表着一国两制真的成功了呢 那这一点呢 就是我有很大疑问 所以变成了 就是在新时代 习近平思想之下的一国两制 是不是很明显 就已经完全是另一回事的话 那我们就唯有去走着潮 看看他的发展 谢谢 谢谢林志伟先生 我想 微微道来呢